謝謝大家 歡迎我們所有的親習都好朋友來 今天是收聽到到每禮拜 在晚上七點 七點 八點 我們生態台中的節目 在我們快樂聯播放 那麼大大中的開演八九點五 我是余桑 廣東的六千二口到我們 大陸市議員 郝森林 也是我們西頓府 台灣生態學位秘書長蔡志豪 我們蔡老師蔡教授 我們還來我們的節目當中 跟我們所有人朋友都會來關心到 台中生態議題 甚至說這是經過這個台灣 甚至說全世界當大家在發生ING當中 那麼生態、環境方面的議題 來 蔡老師 還有我們一位鄉親時代的好朋友 我們秘書長 跟我們收聽到別的親愛們 好 來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玉莊你好 是 那麼今天還有我們蔡老師的學生 來 鄭光亨 來 我們的光哥 各位觀眾大家好 玉莊姐好 是 那麼今天呢 邀請到我們的老師和學生 共同職會來到的 生態台中的這個節目當中 那麼呢 配合到這首 董事長樂團的玉莉亞 那麼玉莉亞這首歌 那麽有什麼時候才能夠報到台灣當中呢 其實喔 真的是美麗啦 因為呢 四季這個風景以外 那麼 不足以來生態當中 那麼有種非常豐富啦 那麼我們能夠看到 很多這個紀錄片當中 有都感受到的 風中的後面說到 這個空拍台灣啦 那麼能夠看到很漂亮啊 那麼看見台灣當中 也有說到喔 我們來外的真的是有夠漂亮啦 但是呢 我們喬喬喬喬喬 如果呢 我們喔 我們抽屍波箭 來去看到到 那麼細胞的時尊呢 我們台灣 我們感到真的是 這麼美麗 其實呢 有時候喔 這個糖漿呢 我們把它揚開來看 哎 裡面都有種金屬耶 還是說喔 這個水喔 那真的這麼乾淨 我們可以去把它檢查來 裡面 都會有很多污染耶 所以呢 我們一起來關心到 我們這個地区當中 美麗的謊言喔 我們所有的 田中廟共同一起來關心到 我們的健康 會記得要請到 蔡志豪 我們的蔡老師 這也是我們田中市議員喔 好生理 在我們這個西東府 要來為我們收聽的朋友 拚一宿 公民團體的支持一宿 那麼呢 今天就 一雙要來 告到這個電台政府當中 跟受控的 好比有關心到 這個議題時尊呢 那麼蔡志豪 蔡老師 我們今天來跟我們田中 我剛才要跟他開港啦 我有說到 老師啊 你怎麼知道喔 在你們這區啦 這個生意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直在電台政府當中 我們說到這個公民議題啦 說到這個中科的污染啦 說到這個PM2.5值啦 說到這個環境 那麼空氣有九百萬元啦 你怎麼知道 有一次 也是你們這個 塞頓庫的資深國民黨的候選人 他做幾次了啦 那麼 以後預算訪問的時候 我說 你這次參選的議題是什麼啦 他跟預算說 好 我要說的 這個議題 就是說 我們的中科 裡面全部都是污染啦 那麼呢 我要跟歐志豪說 你這個污染 如果沒有改善的話 我絕對 跟你四不兩立啦 雖然 我們都感動的啦 第二就是 空氣污染的這個問題啦 真的 什麼 什麼 還有PM2.5 對 PM2.5值啦 我覺得說 這很危險 這根本就是 趕快去煮散 說得很好啦 但是我覺得說 你正前不是在做議員 你正前在做議員 怎麼現在這個議題拿出來說 你是聽到我的節目呢 顯見 我們老師的節目 那志豪的節目 多麼的受歡迎啊 老師 講實在 因為我們在街頭上面去 敗票的時候 也不乏有一些 他們這一些 候選人的助理啦 他們就 回來聽喔 有在聽 然後也甚至於說 他們 因為他們也是 像一般民眾一樣嘛 然後就帶著這些文宣去啦 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說 他就是楊正宗的助理啦 所以呢 哈哈哈哈 因為當然 我們在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 觀察嘛 所以 他也是在群眾裡面 有發楊正宗的這一些看護 所以我知道說 呃 事實上他們在 在這個時候選舉的時候 有特別的去參考 蔡智豪的政見 因為蔡智豪當然 對於我們的這個環境 因為我們在系團區 我們是唯一環保專業的服務團隊嘛 那我們這個團隊 是由環保生態的這些教授 所組成的 所以我們 對於中科的擴廠 它的污染 我們有專業的能力去了解 對於這個PN2.5的管制標準 也是蔡智豪跟葉光鵬 一些醫生 我們在台北奮戰了兩年 然後在POSE環保署 訂了一個PN2.5的管制標準 那也剛剛 玉雙講說 奇怪 在過去一個 連任了好幾任的議員 然後對於台中這長期的 這些這麼重大的污染問題 他可以在任內可以好好的處理 那怎麼會在選舉前一個多月 突然蹦出一個他要關心的這些事情 那我就跟玉雙講說 我們難道是要一個長期關心 然後努力的去推動一個 這個環境改善的一個人 還是我們要去看一個 只是花選錢的這一小段的時間 然後關心 然後後面就不做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了解一下 到底誰有專業的能力 那到底我們是不是能夠長期的去努力 或者真正的想要發願 為這個社會解決問題的一個人 所以玉雙在訪問這個過程的時候 我很怕他帶入錯誤的資訊 在他批批批批 我很怕說維他路批 我還要特別糾正他 因為我之前就是講不到 然後我們老師很嚴正的說P.M.2 我還在P.H. 所以我要跟我們收聽 我的朋友說到 那麼有關在我們電台節目當中 我們在汲取知識 資訊當時我們注意聽 那麼現在各個好生 你都會在電台節目當中 欺負到真的資訊 你後來在他們演講的會場當中 現學現賣 但是你可以透過 所以在你聽我們的老師 蔡志豪蔡老師收工的這個理由 你反正在問 問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覺得 啊這個是不是 只是略見皮毛而已 那麼他要怎麼徹底來改善 我想是老師都在我們的電台節目當中 有跟我們講到 怎麼樣有解決之道 但是應該要告別會見 應該要說我把問題揚生出來 你就會說 黑市長的事情 還是黑市長的事情 接下來 但是說 是議員的事情就是揚生問題而已 只要在那裡放跑而已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 這一次楊正宗的現象 也可以去做一些分析 那也可以包括說 像之前志豪在 跟在玉霜的節目裡面 談這個氫燃料電池的 這個產業的發展 那也引起這些民進黨的議員 他們也議論紛紛 然後也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反而要在節目裡面 然後在議會裡面 然後做書面諮詢 真的有書面諮詢 然後諮詢 那個環保局 所以我們要講 今天一個重要的市政公共議題的監督 因為它有很多的面向 那也因為我們的這些議員 他過去的選區 他可能只要顧好他八個里 九個里 然後把他顧好 甚至於說一個西屯區 只要顧好自己的西屯區 那其他的區他可以不管 所以變成說這種跨區的這些大的 重大的公共議題 就變成沒有人管 然後再回到說 我們看到的這些因為地盤的關係 所產生的這些民意代表 他長期就做的是一個 可能只要把公園弄好 水溝蓋弄好 然後婚商喜慶 跑得勤快一點 然後他就可以一直連任下去 以至於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 所謂的大的公共議題 影響重大公共議題 其實就是我們在公共政策裡面 所講的公約數 這些公約數透過楊正宗的這個現象 就可以知道說 蔡志豪今天所提出來的這些政見 對於藍綠來講 它是跨越的 而且它對於台中市 甚至台灣來講 它是重要的 而這樣的一個重要的東西 過去因為選舉的地盤效應的關係 大家都把一些政見為小化 小到只有水溝蓋 所以我們現在這叫做格局 今天一個議員 今天一個候選人 他的格局在哪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蔡志豪的這些政見 它具有一個可以推動 整個城市進步的格局 這個格局就是能夠希望說 因為我們不是只有一個人 代表一個人出來參選 我們是一個整個的教授的服務團隊 所以我們有一個開闊的格局 甚至對整個台灣這個世紀 要走向哪裡 從台中出發 從台灣出發 從全世界出發 所以我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大的格局 能夠在我們台中走向全世界 所以我這邊也是 跟我們聽眾朋友這邊 拜託你們也可以給制好一些支持 事實上在我們台中 雖然我們是在台灣的中部 但是我們的格局如果有可以轉個方向 變得是一個世界的格局的時候 我們台中它將來的發展 當然會邁向全世界 其實我跟他說 做這個環保方面 形態這個議題 那麼如果這個好選民一直在推薦 這是沒有選票的 為什麼因為看不到 空氣票 你說推薦一個建設 譬如說我去一條橋 或是說我做一個Polo 這都是我們的選民看得到的 但是你說改善了這個空氣 沒有人看得到這種政績 所以一般好說你不會去做這個 但是你已經發出來了 而且你發到 因為我們西頓庫 是說我們金國這個大 台中內貨的民主 已經有這個意識 甚至說他敢說 這是一個未來的革命 沒有對你發不行 其實我們在這些環境的問題 自豪帶著我們的服務團隊 這些志工在街頭上宣講 甚至於在菜市場講的時候 就這個空氣汙染 最讓大家有感受 當我在講其他的這些 比如說土壤被汙染 水被汙染 可能大家會覺得 垃圾又不是倒在我家前面 我可能比較沒有感覺 但是當我在講空氣汙染的時候 那個在菜市場 原本低頭在賣菜的阿婆 他馬上就抬頭起來 哇 實在是空氣真的有膠袋 都抬起頭來看 那我們今天在街頭這樣講完之後 大家也驚覺 奇怪在西頓區 有這麼多人得肺腺癌 至少我現在每天都能看 這個外面的空氣 到底有乾淨還是不乾淨是不是有無力 我相信在一個 我剛剛講 一個公民的社會守眾什麼 一個公民的社會要成熟 叫做資訊揭露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公民有充分的資訊 他就有討論的 討論的這樣的一個平台跟能力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談 原來我們看到的這個 這麼多的朋友 或者是聽到的這個肺腺癌 原來是跟這個霧茫茫的空氣有關 原來這個霧茫茫的不是霧 所以當我們在節目中 在做的這個資訊揭露 其實在整個預算節目 他在推動的就是一個公民社會 雖然我現在有感謝 我在節目的時候 雖然沒有討論到 我們有這個蔡老師 我經常有這個 一拍開的時候 都要跟朋友說 今天有夠壞的 為我報應是看出去的時候 這個天氣 真的是這樣 不會沉沉一片 這絕對不是阿公的陰廟 因為這是空氣的壞 這個壞 絕對是我們台灣政府 跟我們開的 因為它縱容到 我們真的要唱一首 排放黑煙還是空氣 所以這個空氣 在這邊也要提到說 我們整個台灣的整個環境的問題 是帶於政府的政策 那這一個政策的推動 好的政策的推動 它對於社會的影響 會帶來很大的改變 一個不好的政策 它對社會的一個惡化 環境的惡化也會很嚴重 我就舉一個例子 在過去我們騎摩托車不用戴安全帽 那有老一輩的長輩 你也知道說 以前在台灣的騎摩托車 是不用戴安全帽的 但是那個時候 有沒有人知道戴安全帽很重要 當然知道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用盡了任何的道德的勸說 在學校的教育 告訴你騎車要戴安全帽 但是一樣沒有人戴安全帽 那最後為什麼現在你出去外面看 所有人騎摩托車都要戴安全帽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你不戴安全帽 要罰500塊開始 所以全部的人都戴安全帽 那也讓機車族的 這個交通事故的受傷跟傷亡 已經降的比以前很多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你知道這樣子一個政策 只有幾個字 它就可以帶來整個社會 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同樣的 你今天看到的這些空氣污染的問題 它整個根源 當然就在那治理行間的幾個字 它就影響了整個社會 我們會不會得肺腺癌 那這個字在哪裡 這個字就是在我們的空氣污染防治法 在民國64年1975年的時候就訂定了 但是我們的空氣污染防治法 從1975年到現在 居然我們空氣比1975年還糟糕 空氣污染總量管制 等同於一條船 如果你再太重的話 這條船會沉下去 這叫總量管制 這叫總承載量 如果這個地方空氣污染太嚴重的話 人會生病 這叫做總量管制 所以這第六條跟第八條的總量管制 是一個空氣污染防治法的最核心的法條 核心喔 因為沒有這個法條 空氣污染防治法可以不存在 但是這個法條通過 結果沒有想到第十二條說 如果要啟動空氣污染總量管制 要經濟部同意 所以呢 1975年到現在 經濟部都不同意啊 所以我們的空氣變糟了 但一個環保的法規 要來守護大家的一個健康的一個環保的法規 要有一個開發的單位 經濟部說要同意才可以實施 所以變成說 我剛剛講 所有的環境的問題 很多都是在政策 今天蔡智豪就是希望說 如果我們進到議會 我相信在中南部的各個縣市 同樣受到這個空氣污染防治法 第十二條惡法的影響的縣市非常的多 但是他就已經 他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影響了我們很多人的生命跟健康 蔡智豪如果進到議會 我相信不管是燃或綠 這個議題叫做是全民全國 這個是跨越族群黨派的公約數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我們可以連結其他的黨派 我們可以連結其他的縣市 我們可以連結各個社會的民間團體 我們要做什麼 要把這十二條廢掉 因為這條十二條必須要廢掉或修正 這個空污法 它才有辦法啟動最核心的一個力量 就是總量管制 我們才可以看到我們的空氣 才可以改善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提到說 今天我們真的看到的是一個 不是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的一個膝蓋反應的這種 今天某個議員看到說 有人在談空氣污染 那我的政策就要談空氣污染 但你知道空氣污染的核心在哪裡嗎 在於政策 在於法規 所以今天一個議員 他不是在在談的這個表面的東西 如果我們有機會進去 我們要改變的是什麼 政策 是 那麼玉琢瓢要跟我們收聽 我們明明說 就快來探討一下這個議題 那麼如果是有政黨背景的人 那麼你相信 他到議會監獎 他會來毁掉這個政策嗎 因為我相信 有政黨背景的人 通常多少人都會告訴這些 政策的債團 秋雄 堪寡 做會 那麼他們會廢嗎 那麼我舉一個ECFA這個例子來講 所有聽到沒有聽到 大家都知道說 ECFA最後一條叫宗旨 但是 所有民進黨 還是說 郭敏黨 他們都說 我反對ECFA 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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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到現在最後一條很簡單 ECFA的宗旨條例 你們去明明告見 你歡迎當中 你們就可以連署說 你們就要宗旨 但是有人去宗旨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也是政黨利益 所以我們現在 你還要相信 郭敏黨 你還要相信 民進黨會替你們來做事嗎 你們相信的 就是說 他們會跟這個政黨 跟這個財團騎工座 你們有意外 相信的是什麼 相信就是自己 相信就是不懂 我們自己才會贏自己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在這兩個月 在街頭上面 我們去拜票 去跟民眾對談 那蔡智豪在過去的十多年來 一直在守著台灣的 跟台中的 尤其是台中的環境 因為我們就住在台中 那在對談當中 我們都以為說 今天我們的服務團隊 是這麼專業的環保的教授 組成的 那是不是民眾 對於這個環保 他會眼睛為之一亮 但是我發現 更特別的 除了我們的環保的專業 讓大家耳目一新之外 他們的眼睛特別關注 而且聚焦在我們文宣上面的三個字 叫做五黨籍 不懂 那這個五黨籍 這三個字後來就跟我們在討論之下 我們才知道說 為什麼民眾特別關心你是五黨籍 你不是民進黨跟國民黨 那他們為什麼這麼關心這件事情 那在三月份的學運之後呢 我的老師陳玉峰教授 他也特別在東海大學 去做了一個學生的一個調查 然後就發現說 目前我們年輕的學生 大概有將近八成到九成的年輕人 對於藍綠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希望能夠擺脫 希望能夠有走出一個新的一個境界 能夠擺脫現在目前的這些 藍綠的這種造成社會對立的問題 那我今天再回到剛剛我講的 透過我們的訪談 我們知道說在街頭上面 民眾除了對我們的環保的專業 那非常的這個 這個非常的眼睛為之一亮 那但是他們也對於這個五黨籍也特別的關心 主要的原因在於 今天蔡志豪的服務團隊 今天我們的公民團體的參政 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在這個台中市裡面 是唯一可以監督藍綠的關鍵力量 唯一可以監督藍綠 因為剛剛玉雙講說 奇怪現在我們覺得好像藍綠 好像變得好像一樣 那到底誰在監督 那我們真的要回到我們自己 人民當家做主 人民就是主人 我們公民團體自己來監督 那我們公民團體這次的參政 所要代表的一個重大的意義 就是我們公民團體 是能夠唯一監督藍綠的關鍵力量 那時候我也記得我當年年的時候 那麼有這個 差不多要有生意去看的時候 兩三年了 是阿比亞總統在參選到這個 台北市長 那時候我對到這個民進黨很壯 我跟他說這個民進黨 可以制衡這個國民黨 民進黨讓我充滿了這個記憶 但是我現在一直坐在自己的主播台 這個委員 那麼看那些民進黨 我跟他說 只要有政黨 都受傷 所以到議會當中 你要跟我說你外委呆 或是說你要有什麼樣的 這個挑戰 這個立場 也是都受傷 所以為有在我們 這個節目當中 要跟所有民進黨說到 很多人都說 阿志豪啊 你自己一個人 如果到議會當中 那麼你也是很快就要收編 那麼你很快的 加這個國民黨叫去 或是說這個民進黨叫不去 因為總是要協商 協商之後人家就會收編了 所以你也是一樣啊 是不是這樣 剛剛玉雙這個問題 剛好前天也有一個民眾 也這樣跟我講 說你在台中市議會 63期你在一期而已 你最後的議題都要表決 你一票舉得過人家 你就一票 那我就跟他講說 今天我這一票 我今天這一席能夠做什麼 我第一個 我能夠把 我們這市議會 整個政治的 這台中市的市政 能夠透明化 我們能夠讓我們的民眾 知道什麼是 什麼樣的政策有好處 什麼樣的政策 帶來什麼負面的影響 因為每一個民眾 每一個公民 心中都有一把尺 當我們把資訊揭露的時候 那我們的公民就會知道說 哪些政策的良語 大家就可以進入到公民社會討論 就是大家可以來評斷 當今天某個政黨 要去推動的這些政策 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的時候 當我們的民眾都知道這些影響 是負面的時候 我相信他也不敢推 這是一個 當一個市議員 只有一席 但是可以透過資訊揭露的能力 讓我們全台中市民 270萬人 我們是真正的這個城市的主人 我們可以一起來監督 然後可以 我們雖然只有一席 但是我們可以帶動270萬的一個公民 我們可以一起來推動一個好的政策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志豪在這邊也跟前天這一個民眾講 就是說 就好像氫燃料電池跟鋰電池機車的 這樣的一個好跟壞 那我就說一個好的政策 一個對這個土地 這個國家這個城市的發展是好的 如果這個議員 跨別的黨派的議員 他不是利益薰心 不是沒有良心的話 我相信這個議員也是在台中市出生的 他也在台中市成長的 台中市也是他的家 雖然他是國民黨的議員 但是我志豪相信 如果他是生長在這塊土地的議員 我相信就有機會來遊說 來告訴他能夠溝通 我相信當我們要推動一個對這個家 是一個好的一個政策 我們要推動是一個好的政策 雖然蔡志豪就只有一席 就只有一票 但是我相信如果他良心還在 願意我們共同攜手來為這個家的發展 我們共同來討論 共同來推動 而不是都是只有利益薰心的話 我秉持的 今天不管藍綠 大家都是生活在台中市 都是在這邊把這邊當家的一個議員 我秉持的如果他還是這樣的 他是這樣的人的話 我們台中市就有希望 我相信藍綠的議員裡面 絕對有這樣的人 是 那麼雖然知道我們很多我們的聽眾朋友 都是這個新作新作備 這個聽眾朋友 那麼你們也都知道 正新作業的新作備 他都從這個議會當中 一些這個批端 那麼可以來到電台當中 來奉送給他 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 來知道他們在議會當中 是安裝來自尋政府官員 那麼雖然要跟所有聽眾朋友 也跟我們來掛一個保證 因為我覺得說 很多人聽眾朋友 一直一直在我們節目當中 在那裡懷疑 甚至說 只好你敢有可能做得到 一時一時 那麼在這個議會當中 那麼你得當改變 從這個資訊透明化 你絕對會被打壓外 因為議會當中 好把資訊也很多 那麼你說真的有辦法 那麼法令下去 這個資訊透明化 你看之前民進的高級戰 就是台南黨的 人都沒辦法來推動 這個資訊透明化 甚至說在議會當中 那麼來建構這個資訊 那麼一雙在這裡 要來收起來 比如說如果議會當中 可以自豪實施 那麼我們的節目 我就每禮拜都自豪 趕快一個時間 你就把議會眼見所聞 來到電台收起來 都沒有來做報告 這樣知道嗎 可以啊當然可以 而且一定要的 那我要講說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一個 全民監督或者是一個 公民意識覺醒的一個世代了 剛剛玉雙講說 那到底有沒有辦法透過 在議會裡面 這麼容易的 你只有議席 這麼容易的要去推動 市政的透明化 會不會很困難 我告訴各位 現在大家知道說 有一個組織 就是G0V 那就是我們民間團體自己 做的一個資訊揭露的平台 那包括了福茂的事情 包括了我們很多的公共政策 都透過民間自己 一些網路資訊的工程師 在這個網路架構了一個 G0V的一個這麼重要的平台 它就是一個資訊揭露透明化的 一個重要的平台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去馬上改變說 我們現在的電視台有播 或者是有一個專用的電視台 去直播我們市議會 或者各個大大小小的 市政的一個資訊的內容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 民間自己的一個重要的平台 就可以來達到 就可以初步的 讓我們的這些資訊揭露的功能 就可以能夠有第一步的一個進展 所以我們有快樂聯播幫 我們這個生態台中這個節目 那麼未來如果是 我們志豪動森的議員 那麼林育露第一次 在這個節目當中 要給我們收聽的公告 那麼我們在電視台 沒辦法就來想 我們志豪在這個議會當中的公民平台 是一個公民的社會 就必須要透過在望春風育霜的節目 做為一個資訊揭露的平台 那也必須要透過更多的公民的參與 你當我們知道這些資訊的時候 那我們就必須能夠進入到討論 我今天之前聽過一個劉德的一個老師在講說 他在德國雜貨店 這一些咔咔腳 只要有人的地方 然後他就想要聽聽看這些人在談什麼 一個咖啡 咖啡廳 然後這些在喝咖啡的人在談什麼 在雜貨店裡面的人在閒聊什麼 結果沒有想到他們能夠聊的 居然就像我們在節目裡面一樣 居然可以聊的是一個公共政策 因為你能夠聊 就代表說你對於資訊的了解有一定的程度 因為在德國的公民社會裡面 對於這種公共政策的資訊 他們是公開的 所以他們的公民可以很直接的 很能夠很上手的 可以在咖啡廳 可以在雜貨店 都可以來談公共政策 這樣的一個公民社會才會有所謂的公約數 才不會造成對立跟對決 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了年輕的世代 鄭光亨我們都叫他光哥 他從過去的這些求學的過程當中 也了解了很多社會的這些不公義的事情 我們也特別想要藉由他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對於這樣的一個社會的發展 對年輕人來講的話 其實有充滿了很多的不確定感 那其實他們更希望我們的政治的問題 也更希望我們的社會的這些問題能夠改善 那我們請光亨來談談看 是不是光亨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能夠跟我們的一些聽眾朋友能夠分享的 來光哥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是 我是在蔡子豪服務團隊這邊 就是擔任志工的學生 我姓鄭明光亨 我在開獎之前 我其實先跟各位分享一篇 就是2014年9月25號 蘋果他有發表一篇評論 叫做台灣的環球之境 裡面所講的主題 就在講所謂蘇格蘭獨立公投 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我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下 以便於說等一下 就是會有相關的議題的一個發展 蘇格蘭獨立公投的四大特質 特質是 一 著名自決 不是民主自決 不是由大體 全體大不列顛人民共同 共同決定 從民主自決到著名自決 這是文化前進的一步 第二 二 手段理性人道 正反兩方都訴諸民主與人權 用公投的方式 決定而非訴諸於恐嚇與戰爭 三 雙方訴求的是民生經濟等務實的議題 而非抽象的歷史文化血緣道統 更不是所謂的民主恩怨 這很重要 四 公投以簡單多數決定恨復 年齡也降到十六歲 沒有人主張把門檻提高 或是到什麼無法執行困難的一個階段 沒有任何的小動作耍小聰明 玩弄公投文字的花樣 一混搖選民 這 就是一個民主的一個政治 而反觀過來 剛剛志豪老師已經有提了很多的一些資訊 我這邊就統整四個內容 首先針對於說剛剛資訊公開的部分 其實志豪老師他之所以要進入市議會講資訊公開 這代表現在我們的資訊是不公開的 我們的資訊是受到操弄的 那誰在操弄我們 資訊現在之所以會不公開 其實有兩大原因 是一個就是所謂的媒體 現在這些目前主流的新聞台 報章雜誌這些主流的媒體 他在做所謂的文字遊戲 那那個光亨 其實剛剛光亨在講的這些 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些選舉的 這個版布的廣告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一個選戰 到底他們的策略是怎麼樣 那我個人認為他們要打安全牌 什麼叫打安全牌 因為這些現任的 現任的他們必須他想要連任 他想要連任 他就用鋪天蓋地的叫做稻草人戰術 稻草人戰術叫做虛張聲勢的戰術 然後鋪天蓋地的蓋到你其他的候選人 都沒有一個曝光的空間 那沒有曝光的空間 然後他只要不要犯錯 就是說有負面的 他就可以讓很多的民眾在慣性的選舉 因為他已經連任了好幾屆了 所以有些民眾每一次就是會投他 所以他只要讓他能夠保持慣性的投票 然後他就可以再連任 所以他當然要講平安就是福 他當然就不會講政見 他當然就必須透過這些平安 或者是叫做 你看胡志祥講的就是平安跟幸福跟希望 對不對 所以呢他們都是在談安全牌 打安全牌 那打這個安全牌 當然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真的我們在監督這些公共議題的時候 有一些問題在 那我們可以來透過這些平台 然後來一起來討論這樣子 例如我最近在看 有點蠻好 有趣的是現在所有新聞台都在講台北市的選舉 柯文哲與連勝文 然後這邊在講選舉的時候 通常都會出現一個質詢叫做民調 民意調查 一個民調的調查 因為我這是我在做所謂的社會觀察 以及做所謂的社會參訪 就是包含說去發文宣 包含說去跟人家解釋我們的政見 我們的想法的時候 都會遇到一種人 他就說我的政治立場很中立 我是中立選民 我不投票的我不做的 我跟你講 這是最大的玩笑 你知道為什麼 政治立場中立 我們看一下其他國外 他所謂政治立場中立怎樣 他今天是不看人 他看事物的 他要看你做的事有沒有道理 他不是針對你個人 你家很有錢 或是你是什麼某一個黨派 他現在看任何的社會議理 他是要看他的道理 要看你的一個解決方案 這個才叫立場中立 有這麼台灣的政治立場中立是什麼 喔我不看 喔我不聽 喔我不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 嗯我是政治立場中立 你在跟我開什麼玩笑 這才不是政治立場中立 這叫政治冷漠 那這個政治冷漠 影響性很大 因為你不投票 或是你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我投給他 因為感情 那麼你就會導致於說 我們到最後 我們還是在放縱一堆 驅使他的權力 然後驅使他的一個 他的團體 事一範圍的去做 破壞我們社會安定的事務 好謝謝光亨好 那其實我們剛剛在談 其實就是希望說 來推動一個國家理想性的藍圖 跟希望啦 那包括我們所講的這個 空污的問題也好 或者是這些污染的問題也好 或者是國家的未來 是 那這個未來呢 其實就是要有藍圖 那之前我在玉雙的節目也提到說 今天如果我們的家只有40坪 但是我們的藍圖是400坪 那這個家會垮掉 那所以呢 今天我們要談的一個國家的發展 今天要蓋一個房子 一個大樓 它要不要有藍圖 它當然要有 不然這個大樓是蓋不起來的 今天一個國家一個城市 它的發展要不要有藍圖 它當然要有藍圖 那這個藍圖要怎麼定 我這邊跟一個小小的一個想法跟 就是過去我的老師陳玉峰教授 那他們也常常在談這個國家的藍圖在哪裡 城市的藍圖在哪裡 藍圖要怎麼定 那甚至於說有一些 政府的這些所謂的首長 也特別來拜訪的時候 我們來也談什麼叫做藍圖 那我就特別跟大家來談一下 現在的這個藍圖要怎麼定呢 就我們生態的觀點來看 我們人也是在一個環境裡面的 其中的一種物種 我就談說一個生態的一個機制 一個生物的族群它如果到達一個區域裡面 新到一個環境裡面 就好像我們在這邊 在台灣這個島裡面 經過了適應之後 人口開始增加 族群的密度開始增加 那如果我們把它用統計的方式 這個生長的曲線就會開始陡峭 因為你數量開始增加 那之後會因為環境的壓力 因為我們這邊的土地有限 我們這邊的水有限 能夠生產的農作物也有限 這個叫做環境壓力 在環境壓力的制約下 這個職群就是我們人口的密度 或族群的密度 這個生物的族群的密度 它不會無限制的增加 無限制的增加是不可能的 在我們的一個事實上 在環境在一些理論上面 你不可能在一個生物的族群 到台灣這邊來 它會無限制的成長 所以會有試著生存 所以它會有一個環境的壓力 因為我們的糧食 我們的水能夠供養多少人 這個叫做壓力 所以它就只能夠在那個壓力下 所以當這個生物的族群的 數量開始增加 增加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會碰到壓力 碰到壓力的時候 它就不會再往上成長上去 它反而會形成一個 平衡 擺盪的零成長 人口的零成長 就代表說 它已經到達了一個成熟的 一個狀態 那這個零成長的這條曲線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 這個曲線的發展 叫做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陡峭的 然後族群的密度 然後接下來進入到一個 上下擺盪的一個零成長 這個零成長的曲線呢 就是國家終極發展的目標 國家終極發展的目標 而這個零成長的曲線 上下震盪的幅度 就是政策的好壞 一個好的政策 會讓震盪的幅度小 讓社會平穩發展 一個壞的政策 就會讓這個曲線 產生一個很大的擺盪 我這邊再提到 台灣的土地 台中一樣 台中的土地面積水資源 以及它的自然資源有限 這一塊土地 能夠承載的人口污染也有限 總承載量 就是環境的壓力 我們台中 不可能一直成長下去 無限制的成長 是一種幻想 而這樣的發展 必定會造成環境的反撲 而崩解我們整個社會 我這邊就提到一個現在目前 我在台中所看到的污染的問題 有些聽眾朋友知道說 有一個巴塞爾公約 在聯合國呢 制定了一個巴塞爾公約 這個巴塞爾公約在講什麼 它在講的是說 因為過去的這一些 已開發國家 它所產生的很多的 有毒的廢棄物 它不會放在他們自己的國家 它就把它輸出到落後國家 把其他的落後國家當垃圾場 像蘭嶼一樣嗎 我們的核廢料 這些垃圾場 就是有毒的東西 送到非洲落後的國家 因為有些國家 人民它沒有辦法溫飽 所以這些國王也好 總統也好 被迫在為了讓人民能夠有飯吃 他接收了這些有毒的垃圾 但是這是不道德的 所以聯合國跟締約的國家 有170幾個國家 就訂定了一個叫做巴塞爾公約 禁止有毒的事業廢棄物跨國運輸 這個意思在講什麼 這個意思是說 在台灣我們所看到的高科技產業 所產生的有毒廢棄物 煉鋼產業 石化產業 這一些都會產生所謂的有毒的廢棄物 這些有毒的廢棄物 一年在台灣產生了2000萬公噸 沒有辦法跨國運輸 那這2000萬公噸的有毒的廢棄物 就會日積月累在我們這塊島裡面 那我們這塊島如果這樣的發展 它會垮掉的 我這邊都提到說 在2011年發生在台中這個地方 居然在國道3號的沙路交流道 被囤了30萬公噸的有毒廢棄物 這30萬公噸的有毒廢棄物 裡面的重金屬跟這些污染物 污染了旁邊的這些地瓜跟花生 然後最後在台中地檢署的破獲下 這家公司被起訴 那這個公司總共污染了18年 它總共堆了30萬公噸的有毒的廢棄物 那這些有毒的廢棄物要處理 要耗之數十億 那這些錢都要全民買單 這個現象就代表說 全台灣不是只有這30萬公噸 是一年2000萬公噸到處在流竄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同一年 在我們台中的農田被囤了2萬公噸的 垃圾焚化爐的灰渣 垃圾焚化爐的灰渣在我們的一個送宴之下 裡面有5種重金屬超過農地的管制標準 它裡面有代曜星66匹克 那這些是從哪裡送下來的 是新北市的垃圾焚化爐的灰渣 倒在我們的農田裡面 那我們聽眾朋友可能你住台中 你會覺得這個住台北的人 怎麼那麼夭壽那麼壞心 把他的垃圾焚化爐的灰渣 倒在台中農井的水稻田裡面 我們也不用太覺得憤慨 因為台中的垃圾焚化爐的灰 倒在人家屏東裡面 所以這邊要講的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些污染的問題 它一直在我們的這個島 它壓著我們這個島 當我們的這個土地 它所承受的這個承載量 當我們的國家的理想性 我們的整個發展要怎麼去設計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是 國家理想性的藍圖 必須要針對這個島嶼的特性 條件 規劃終極發展的目標 這個終極發展的目標 就是我剛剛講的成長曲線的 那一個零成長 這個目標必須要包含 適合這個島的什麼產業 適合這個島的能源 就是我今天在預算節目裡面講的 清燃料的一個能源的發展 適合這個島的交通教育 但我們今天看到我們台灣的各種的發展 像一隻可怕的怪獸 它這個樣的發展是用 撕裂的吸引的 在吸取這個島的血跟肉 那我這邊也提 我們過去呢 台灣在過去高壓統治之下 我們人民被迫做順民 統治者呢 要求我們要守法制 守法被政客徹底的利用 很多人誤以為說 只要合法就可以了 但是你看到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些環境的問題 美麗灣的開發 清淨的民宿 高山的高麗菜 農場的爛肯 難道這些是非法的嗎 這些很多都是合法的 那我們政府甚至允許工業廢水排放到 我們的農田裡面 那我也在節目中裡面講 台中市政府居然還花了 1157萬到保安嶺裡面 原本是茂密森林裡面去種樹 空氣污染不啟動總量管制 我們仍要有施變的能力 這些開發破壞跟污染都是合法的 重點 現在我們已經不是在爭論合法的問題 而是應該去釐清到底 這樣的一些現象有沒有問題 造成整個台灣環境惡化的根源 其實是錯誤的政策 如果沒有像智豪 我們這些公民團體去衝撞的話 我們的國家會因為這些利益團體的勾結 那我們國家會因為這樣的一個 有問題的合法而崩潰 那我這邊也呼籲 雖然我們的教育 希望我們能夠守法 守法的目的是因為要讓社會穩定 那我們人們為了要讓社會穩定 我們必須更應該來挑戰這些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合法 我們國家需要有一個永續發展的藍圖 我們台灣需要有一個這樣的藍圖 我們台中更需要有這樣的藍圖 那這樣的藍圖 希望我們在11月29號的時候 希望蔡智豪能夠由大家的支持 讓我們進到議會裡面 讓我們來推動世代的正義 因為唯有如此 我們的子孫才有永續生存的希望 是 那麼光額來 我這邊也是一樣補充 首先剛剛蔡老師她有講到說合法 首先剛剛蔡老師她有講到合法 那我們要思索一下法是怎麼來 所謂的法是有人去說有人去界定才來 獨裁的法是怎麼來 上面的高壓者他說什麼他就是做什麼 這個就是他的法 民主的法怎麼來 民主的法就是要通過民意 就是要透過所謂的有知識的分子 去闡述這個道理 然後才能夠去定立她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又是能夠符合所謂社會秩序的 能夠符合社會的一個穩定發展 所以我們民主的法會一直趕 一直趕因為因應我們的時事 因應我們的環境會有所變動 那我們台灣的法現在卻是操弄在一些 就是一些所謂政黨的人士上面 操弄在一些所謂的既得利者上面 那這是很可怕的事 而且剛剛蔡老師有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她剛剛講到環境壓力 就是意思就是說一個地方 她有因為有物資她的腹地的大小 所以會造成一個環境壓力 其實實際上經濟也是喔 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們台灣的經濟的走向 一個國家這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應該說連小孩都了解的道理 一個國家她的經濟沒有無限上綱啊 一個國家她一定有一個經濟上限 因為如果她無限上綱 無限印鈔票 她會變得像 就是因為凡爾賽條約而面臨通貨膨脹破產的德國是一樣的 她怎麼做 民生物資不足 我就大量印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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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幣的幣子不斷一直往上升 最後呢 錢的價值崩盤了 這邊很重要 為何 因為錢說到底 它只是個工具 它只是個貸款的工具 當這個錢呢 它這個價值的崩盤的時候 後來誰起來 希特勒就起來了 所以他們這個 因為這個事件 所有的國家都知道 一個國家的金融上限 也是有一個一定的上限 不是一直印鈔票 一直開新鈔 然後就可以一直賺錢 然後就可以有的 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是來自於它的原物料的擁有量 以及它的技術能力 再加上它的一個文化所引發出來的 它的一個背後的背景的一個價值 這個才是一個國家它的經濟 它會一直上升 或者它會有所下降的原因 台灣呢 我們來看看台灣現在最夯的產業是什麼 服務業 然後再來是所謂的種青工業 奇怪 那真正我們來講 我們人的需求是什麼 食衣住行 第一個就是食 怎麼台灣的農業有被受到重視嗎 如果今天有人就說 可是農業是這種初工又沒有 那就是農業轉型啊 可是我們現在卻一直不斷的剝削我們的農地 甚至拿去鐵廢爐渣啊 甚至拿去建大樓啊 甚至拿去做 做成鋁管 我們農替椅子不斷在萎縮一個情況下 斯文有個問題 如果今天台灣零農業的 沒有農 我們的食物所拿的 國外進口 國外進口的話 那我告訴你 先不撇開說 國外給我們進口刺激或是三流或的這些農產品 今天它只要 在那個農業的一個運送管道上面 我施壓所謂的國際壓力 我一個國際制裁 經濟制裁 用下去 你台灣沒有錢還沒關係 你一天不玩ipay也沒關係 你一天不吃飯可不可以 一天不吃飯你說可以好 我讓你一個禮拜不吃飯 連一滴飯都沒有 我告訴你台灣會發生暴動 而台灣就 所以農業很重要 因為農業是一個國家 它維持續航力的一個重要的產業 可是我們現在卻一直在農地縮邊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 在一直把農地拋售 開什麼玩笑啊 那 農業完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 有許多的所謂中情關係 它是哪裡的原物料 台灣自己的原物料 甚至它自己所製造出來的污染物 它去污染我們的環境 今天我們台灣應該要管理我們的環境原物料 管理我們台灣的物資 因為這樣才能達到永續的一個管理 永續的發展 而不是今天就是 我開一開了 沒了 沒了就沒了 然後就跑到大陸 跑到地方 其他地方 我父親是個商人 他曾經跟我講一個很可怕的道理 他講商人無國界 哪裡有錢賺 我就往哪裡跑 哪裡有地方可以開場 我就往哪裡跑 所以 我們台灣要怎麼辦 我認為我們可以比照日本 或是比照其他的民主國家 我們去做好我們的文化觀光的發展 先顧好文化 再講求觀光附加價值 然後顧好我們的農業 讓我們的人有飯吃以外 我們要有所謂的科技技術 現在我們所有很多所謂大型的這些企業廠商 他的科技技術 在他有嗎 他可能零件加工他做很完善 可是終究到底他只是個加工的零件 那我們台灣要有技術 技術交流 國際交流很重要 然後我先講一個年輕人的心聲 所有年輕人都要聽好 台灣現在我們的經濟是分成80% 20%的 80%的資源 20%的資源 然後有幾%人在做分擔 在做一個平均分配 80%的人是全台灣 只有一%的人這些權貴分子 這些既得利益分子在做分擔 然後我們剩下99%的人民 這次再去搶這20%的資源 然後你知道這1%的人 還跟我們這99%的人說什麼 你要努力 好好賺錢 然後你才能夠就是踏上我們這個門檻 好好努力 然後責任職 責任職是什麼 你今天一天的工作 我給你兩天的工作量 給我做完 這是責任職 開什麼玩笑啊 難怪年輕人會被超死 難怪最近都會發生過勞死的 狀況 這些產業一直在呼嚨我們 但是真正台灣重要是什麼 我們的技術人員也是有在 我們的有利的真正良好的技術 還在台灣 那我們應該要保存 應該要去做 而一些產業就有了產業 造成利益不均的產業 這應該要有一個替代方式 要把它替代掉 有人說我們跟大陸沒得比啊 廢話 大陸12億的一個勞工資產 那麼大的一個腹地 那麼龐大的原物料 我今天我在大陸 我也可以這樣做啊 可是台灣很小 這是事實 所以我們就應該更好去管理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各位聽眾朋友 那剛剛我們在玉霜的節目裡面 特別都提到一個公民社會的一個資訊公開 資訊揭露 那我相信大家對於齊柏林的一個看見台灣這部電影呢 現在還印象深刻 那去年10月的時候呢 齊導演特別來到台中 舉辦了一個特應會 這個特應會呢 也邀請了志豪 跟台中的這些關心環境的朋友 一起去觀賞 那這個電影呢 最後的旁白 似乎是說這些環境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這些山河的破壞 我們看到這些污染 看到河川所流出來 不是清澈的水 是黑色的 是紅色的 是黃色的 看到我們的整個海岸的一個 整個崩解 但是呢 看到了這些現象的時候 這個電影的旁白 似乎告訴我們 這是2300萬人的共業 我在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明明我們都知道 這家工廠是誰 我們明明知道這個山是誰破壞的 我們明明知道是誰在傷害國土 我們明明知道政策哪裡出問題 但是為什麼是用共業來帶過去而不鳴講 我在電影結束之後 我非常難過 我想要聽聽齊柏林導演的解釋 我說你為什麼不明講 你的畫面裡面工廠清清楚楚 那就是誰 他說 他這部電影要上映的時候 受到很多的壓力 他不得不這樣處理 但是他的目標是希望 先讓我們的國人都看到畫面 齊導演在扮演的就是質詢揭露 目的是要讓更多人知道真相 因為只有知道真相 我們才能夠面對問題 今天只有透過公民意識的高漲 自豪才有機會進到體制 來解決我們今天在電台所談的這些問題 為了後代子孫的生存 自豪在下個禮拜會發行一本 台灣環境危機解密的刊物 自豪拜託你能夠 也能夠跟我們一起投入守護環境的行動 請你跟我們一起來進行環境的步道 因為我們可以一起凝聚善的力量 透過支持自豪的服務團隊 我們這一群環保的教授能夠進到議會裡面 我們才有機會讓這些環境的問題有改善的機會 謝謝大家的聆聽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到了這個節目 希望大家11月29號的時候 能夠給我們支持跟鼓勵 是 感謝到我們所有電腦朋友的收聽 那麼感謝我們觀眾哥 感謝到我們志豪 那麼共同志豪在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 生態台中為我們所有電腦朋友的公告到 資訊揭露的重要意義 也非常感謝所有電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時尊 替我們愛這個公民團體 這個不同的志豪 共同志豪來加油 共同志豪來猶票 感謝 下禮拜 共同志豪拜拜